我是June,今年33歲 我是在2015年的時候跟我的愛人Winky 一起在泰國通過IVF 於2016年的2月份在洛杉磯生下兩個女兒 在洛杉磯註冊、結婚,包括生下寶寶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順利 而且我們想象的也非常美好 就認為我們在美國生下的寶寶 寶寶的出生址上就可以寫上我和Winky的名字 我們一家四口 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結局 因為出生址上面還是兩個母親的名字 所以我們在國內沒有辦法為她們取得一個合法的身份 因為我們家是農村的 如果我要是不這麼做的話 可能我未婚先遇會讓我的父母承受面臨很大的壓力 當我告訴她們的時候 其實我的家人不是很能接受 所以我就行了婚 只有整個社會開放了 你才能真正地自由地去選擇 就是有的人她有兩個爸爸 有的人有兩個媽媽 有的人是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這樣子就是在這個社會裡面都是並存的 你在生活日常中讓她感受到這些 我相信她以後會是一個很寬容的人 會去理解這樣的一個多元家庭